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來玩一款於2018年發售的解謎遊戲 《密室逃脫 聯繫命運的35道謎》 而這樣的遊戲我覺得如果有人一起玩會比較容易 所以這一系列的影片我都會與魔王城的會員們一起來解謎 今天和我一起解謎的魔王城會員由小花、Sky與Beca 簡稱花、星、蘿蔔三人組一起當偵探 那我們就開始解謎吧!GO! 起始的16道謎團跟被磨滅的19記憶有兩個欸 那我們就起始吧 就感覺合理 所以16加19等於35是不是 是 這樣算了嗎 所以總共是35道謎體嗎 對對對 你猜對了 好喔 結題結束 謎題解開了 已經解開了是不是 對 前面就跟你講了 嗯嗯嗯 怎麼了 飯店走廊搖晃了一下 好劇烈的撞擊 發生什麼事 正在想東想西的結果就發起台來了 哈哈哈 欸 我現在可以點這個嗎 剛才的撞擊和尿晃是怎麼回事呢 電梯那邊也鬧轟轟的 發生什麼事啊 喔 有人在喊叫 很大欸 欸欸 背卡背卡 叫一下 失火了 哈哈哈 失火了 哈哈哈 失火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這似乎有點燒焦味喔 剛才的撞擊是因為發生爆炸之類的嗎 為什麼是偏偏這時候出狀況 我有要事要處理啊 什麼事情啊 逃命比較要緊吧 原本我接下來和人約在這裡見面 就是在這個第12層樓眼前的房間 然後呢 不過還是保命要緊 哈哈 12樓喔 有人的聲音 聽到聲音聲 難道有人在房裡無法動騰 哈哈哈 欸 我們還沒走到房裡吧 哈哈哈 有聲音聲啊 就是說有聽到嘛 哈哈哈 弱弱的 哈哈哈 好自動就直接聲音起來 哈哈哈 門沒有鎖 有人在嗎 欸 沒有回應欸 所以我聽錯了嗎 嗯? 嗯? 他是聽到這邊有聲音聲嗎 找得差不多啊 我也趕緊 你逃走吧 嗯? 果然有人在 嗯?嗯?嗯? 哪裡? 哪裡? 一眼就看完啊 門被鎖起來了吧 這房間那麼小欸 這還能躲人嗎 從不底下嗎 你有鬼啊 欸 好恐怖喔 欸 欸 怎麼嘛 原來是貓啊 剛才聽到聲音聲也是這傢伙嗎 哈哈哈 哪來的貓 貓 跑進飯店裡面 蛤? 蛤? 所以你剛剛聲音聲叫錯欸 你應該要喵喵喵講 哈哈哈 我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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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怎麼了 呃 好痛 我剛剛好像昏過去了 發生什麼事啊 耳朵還是好痛 而且頭痛欲裂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 又發生爆炸了嗎 你怎麼那麼容易暈倒啊 欸 門歪了欸 房門被壓的變形了 可惡 門打不開 被關在裡面了 這下可糟了 可以快點找到其他出口才行 有窗啊 直接跳下去啊 是二樓欸 哈哈哈 哇 今天後回家欸 哈哈哈 迷你鐵開 哈哈哈 先找找看有沒有線索吧 喔 我們現在開始了是不是 是 我們看一下廁所 廁所 廁所 被上鎖了 大概是浴室吧 為什麼浴室會上鎖 不是 十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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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轉開吧 你要去找十塊錢啊 身份證 也許可以從通風口逃出去 但得先找到鑰匙才行 呃 這個是什麼意思 沒有任何東西 沒有任何東西 點那個箭頭啦 我有按啊 我有按啊 右邊右邊 好難點喔 我覺得那個操作好像有一點麻煩 那個床邊那個有一個小本本 小本本 喔這個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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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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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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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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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藏在12樓嗎? 是我們在12樓欸 對啊 阿怎麼掉到6樓了 男友台詞 店員有幫我看近一點嗎? 房間號碼阿 店員有幫我看近一點嗎? 房間號碼阿 他寫房間號碼阿 店員有幫你看近一點嗎? 店員有幫你看近一點嗎? 店員有幫我看近一點嗎? 你往上那個畫有辦法看嗎? 我看,看來沒什麼幫助 就是整個畫面點一點點點點,看有什麼嘛 這裡面沒有東西,他說沒有任何東西 裡面沒任何東西啊 枕頭下面 枕頭下面 喔枕頭下面沒有任何東西 好喔 那貓咪還在嗎? 貓咪還在嗎? 這是好問題,現在沒有閒情意志睡覺 喔! 喔! 貓咪變身了 612612 612是房門號碼吧 應該是最後一個是4的那個吧 對對對,我覺得什麼什麼4 對啊 先612試試看啊 怎麼可能 沒有事情發生 好 好 走人 好 根本就不用密碼就可以開 好,轉視角 欸欸欸欸欸這位先生 點不到啊 這也太難點了 喔沙發上面有任何東西 這是什麼?手法 抽屜吧 抽屜的把手 好,獲得道具 我們等一下看是哪個抽屜把手段 這個枕頭後面 這個枕頭後面 沙發有點硬啊 這個枕頭後面 才嫌棄 才嫌棄 都快要被燒死了 呃,好美的花 大家可以來欣賞 那個插電的咧,有東西嗎? 插電的? 等一下喔 喔這裡這裡 抽屜 抽屜就是那個嗎? 把手這個嗎? 抽屜的那個 嗯 喔 好喔 欸那我要怎麼使用 道具 開道具 開道具應該有什麼鍵可以按吧 不需要每次都要上去那邊點 上面那個 裝備嗎? 閃的那個 有了 裝備成功 耶 浴室鑰匙 浴室鑰匙 浴室鑰匙吧 浴室鑰匙 應該 好 上面的紙寫了什麼 好,等一下我先看一下這邊的抽屜 沒有東西 那這個 打不開,為什麼打不開 飯店 打住沒 飯店的東西不是都好好的給大家看嗎? 派塢上用場 派達斯訓員沒有用 哈哈哈哈 那口有東西嗎? 垃圾桶 有 有 16還是9 你要拼個土吧 你裝備吧 裝備 然後 然後跟那個 可以拼在一起嗎? 不行喔 那要找到另外一個 因為它兩邊都失掉 所以它是中間號 所以它是中間號 原來如此 你剛才說插座 他只說有插座而已 好 我知道喔 好 謝謝 桌子底下呢 有東西嗎?可以點嗎? 沒有啊 沒有任何東西 窗呢? 點那個窗應該也是一樣吧 有窗 這裡可能是12樓 好喔 開廁所 為什麼12樓是612啊? 到底 還是外國人的12樓 他們那個12是放在後面 這是12樓的6號房 這樣子 沒有啊 外國 外國不是這樣 是不是 一定不是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耶 耶 可是我們還有一個數字沒有拿到 有下跟上 先往上看嗎 下應該是會回去 有通風口 有通風口 只要把上面的網子拆除 就可以從這裡逃出去了 啊哈 所以這裡就是我們的目標 有什麼可以插入縫隙的東西呢? 有嗎? 找看看 拉開簾子 欸 往下真的出去了 是不是 我按錯了 那個操作真的不優 對啊 為什麼要這樣操作啊 應該是觸屏 蓮子 沒有任何東西 然後左右呢 喔這裡 做工好蓮子 看來不是什麼高級飯店 糟糕啊 我知道了 怎麼了 我們現在有六四嘛 它就三個碼嘛 你後面放六四 然後前面的頂到九四碼啊 隨便拆 對齁 我們直接跳過解謎這樣子 是不是 那因為沒有其他東西了 就只剩下這個辦法 欸我覺得這個 這個體義非常好 是不是 乖乖講我 超棒的 床底 不是啦我要看床底啦 沒有啦 那個盒子明明就回到外面了 喔在這裡 對啊 到底怎麼亂倒你 等一下六跟四嗎 對然後前面的一個一個四好了 就慢慢點 中的話它會自己跳開來嗎 應該喔 應該是 欸沒有 我繞一圈了 咦 那就反過來啊 四六 前面然後後面的繞一圈 這樣子嗎 喔 是齁 沒有欸 不是喔 還是六其實是在第一嘛 你開道具你開 中間 它是四兩邊的欸 對啊 對啊 就一定是 再看一下道具嘛 喔 嗯 電視上是這麼講的 還是那是九 喔還是那是九 對 什麼什麼九四 喔 喔有了 耶 原來真的是九 喔有了 記得 所以我們拿這個 請跟UNO學習好嗎 就上一下有一個條線 對啊 畫個線 誰知道這是六還是九啊 好這個應該就是拿來勾那個的吧 嗯 你要不要看一下那一張九的後面 有寫東西嗎 喔真的嗎 我來看一下 不知道欸就是 可能會有 喔 反過來看就變九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喔 一定不需要你了 好 那我們就 我們完全沒有找到 第三個號碼的證據 沒有東西啦 我們都點完了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 我們直接跳關 打開 然後本來就是要我們這樣玩 再試試看再用力 喔 這樣了這樣了 這個木質爬子那麼 成功 耶 然後該不會被困在氣窗裡面 那下是 哦出來了 哦出來了 Sky 你開的是不是 你的好票有點連假 你開的是不是 難怪你可以解 還您來我家 原來是你的 這種狀況下能好法無傷的逃出來 不得不佩服我自己 因為老闆在 那隻貓呢 我的要是泡湯 貓已經變形變成一個 箱子啦 我原本應該要在這間飯店見一個人 那個人自稱是我父親的老友 我有你父親的線索 我想當面跟你說 那位數位蒙面的人 借了這封沒有給我 所以我才來到這裡 但那個人並不在客房裡 還倒楣的遇到火災 父親線索又離我遠去了 所以他是要來找爸爸 還是要爸爸失蹤 我拿去 放在口袋裡的東西 這什麼 這什麼 裝在鍊子上的鑰匙 這看起來很像薩爾達會出現的道具 怎麼又會寫 鑰匙的形狀有點特殊 還有一個科有英文字母的吊飾 那是英文字母嗎 我不知道耶 這是什麼 我看不懂 N-N-U-S-J-M-V-M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的鑰匙 但就放在父親的書桌上 你到底去哪了啊 父親 父親在一年前失蹤了 沒有任何遇到就突然不見了 之後我找到這把鑰匙 這是父親的書房裡唯一陌生的東西 M-V-M-J-S-U-N 這什麼 這會是線索嗎 好 我們就只要先記得有這回事就好 好喔 完全是一頭霧水 但也不像是英文的字首 沒辦法 先找找看 寄沒有給我的那個人吧 那封mail裡有寫寄見者的名字 既然自身是父親的老友 那去找父親的持有物的話 說不定可以找到什麼線索 就這麼決定 所以他要回家了是不是 應該是 這是父親失蹤一年後第一次取得的線索 只能從能做的事情開始調查了 第二關空隙 感覺動森可以擺得出這些場景 開始展開調查已經過了兩週 他已經回到家兩個禮拜了 真是氣派的房子 你家嗎 我不自覺的發出了讚嘆 因為實在是個不得了的豪宅 這裡是記憶那封mail給我的父親的老友他家 父親的電腦和記事本的通訊錄裡 並沒有那個人的名字 但在以前的舊信件中 有一封信寫著相同的名字 所以我依照上面的地址來到這邊 沒有事先約好就去豪宅拜訪 實在有點緊張了 我按下門鈴 立刻就有位像是庸人的中年女性出來應門 不知為何 我有點忐忑不安 在我開口前 他便搶先壓低聲音 連珠泡似的講起話來 欸你們誰要演一下這一位 小花 我來我來 你再慢了吧 這樣我很困擾耶 我可不想繼續待在老爺被殺害的房子裡 而且警察說 不准任何人進入二樓的案發現場 你要調查的話請動作快點 蛤?為什麼是案發現場 這邊已經死人了是不是 老爺死 那我就先回去了 拜託你 務必要低調的調查喔 整探先生 他話才說完 就充滿的離開這棟房子 欸 我被誤以為是偵探了嗎 被殺害 偵探先生 所以那個老友又被殺害了嗎 好像是喔 那時候似乎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 我用發抖的手拿出智慧型手機 開始確認網路新聞 他好鎮定喔 找到了是這起案件嗎 前天的新聞裡 這一代正好有兇殺案件的報導 被害者的名字也一致 沒錯 既沒有給我的人被殺害了 就在前天在二樓的房內 據新聞報導 兇器是一把槍 雖然被害者的手裡握著槍 但有被槍殺後 手被硬塞入槍的跡象 可是入口大門和所有窗戶全部都被上鎖了 所以警方目前正朝自殺 及他殺兩個方向進行搜查 密室殺人 有別的方向嗎 的確是喔 沒錯 這不是自殺 一定是他殺 雖然我不知道原因 我確信一定是如此喔 之前飯店發生的爆炸事件 說不定也不是偶然喔 是有蹊跷 只能調查看看 幸好被誤認為是偵探 我邊想邊走進去 是好嗎 傻一滴捏 管家真的有在管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剛剛看到 他剛剛不是忍不住想要趕快跑走嗎 欸 我們進來 這就被關起來了是不是 我看到下面這邊有東西 在這裡找線索 這這 不管怎麼看 這裡都像是凶殺案件的案發現場 這裡果然發現了那幾新聞報導的案件 他怎麼 已經要重複一樣的東西 已經知道的事情還要再講一次 咦 怪了 從屋外看這裡感覺像是邊間的房間 這樣如此這側沒有窗戶 不是很奇怪嗎 有假牆 難道 這個房間裡設有各種機關裝置 會有像暗門之類的東西嗎 犯人就能把這個房間 偽裝成密室殺人的樣子 咱們調查看看 結果我們找到 那個密室門然後打開 兇手就在裡面怎麼辦 哈哈 就在閒一次 但是在前幾天發射兇手也待太久了吧 哈哈 兩天而已啦 在裡面躲兩天嗎 那個扭 如果你要看門的話 不是應該要去看書架上的書嗎 看哪一本是不是 鏽口的扭扣可以 點嗎 對他好醒目好想點看看 鏽口 他只說形狀好特殊 好這就是關鍵的我覺得 真的嗎 他只是看美他一下 跟沙發很廉價是一樣的 先去那個沙發下面的那個 剛才看到的東西 對剛剛看到沙拉下面有東西 可是這桌子這形狀是 人死掉的那個嗎 這個人都在上面 對 插在上面 小心就常畫的那個嗎 打火箭 沒錯 打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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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東西 可以點嗎 點不起來沒有油 點不起來沒有油 可是在這邊拿打火箭要幹嘛 燒殭屍嗎 燒殭屍嗎 原來是日記本 實在是不太想偷看別人的日記 轉一下轉一下 OK直接點 還不是一樣多看 看不清楚了 對 看不清楚上面寫什麼 濕掉 是和什麼人增殖過的痕跡嗎 增殖到墨水都模糊 畫呢 掛在那邊的畫好 好 等一下 這邊好多本本喔 好舊的書啊 很爆欸 大概因為書皮是皮革製的關係 雖然葉樹不多 卻還蠻重的 就這樣子嗎 可以 可開嗎 一個字的耶 書皮 我猜這些書是不是要把它放回書架上面 然後機關就會開啟啊 地上那個也不會是喔 這個不是 畫嗎 看起來就是個保險箱 喔 你給人家拆房子 這個 勾子 喔 L型的勾子 最近買傢俱都會附一個這個 是唷 買錯買錯 然後用完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留下來 欸我都留欸 結果有用了 我也都有留欸 真的嗎 我也都有留欸 可是你不斷的買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不斷的出現 對啊 就一直給你新的 抽屜 還有本本 本本本 煙河 喔有有有有 有有 那把我們裝備在一起吧 你才剛拿到打火機而已 欸這是什麼 放香煙的盒子 打開 不能開 不能開 轉方向的台詞不一樣欸 呃裝備 欸不是按裝備嗎 好先不管它 先點它吧 打火機再裝備那個油 先點那個 然後 覺得要先點打火機 應該沒差 應該沒差吧 應該沒差吧 除非它遊戲做不好 沒有 我覺得沒有辦法 應該之後吧 之後可以把打火機放著 還是怎麼樣 好 先不要理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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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下面剛才有一個櫃子 一個櫃子 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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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撿 可是它的畫面 跑不到那裡去啊 再往那裡 喔有有有 明明就可以 哈哈 它畫面就不顯示嘛 有個螺絲琴子掉在地上 所以 給我們這個 又給我們這個 是要我們煮家具嗎 是 等一下你會聽 門鈴響 等一下就看到包裹這樣 對門鈴響 這樣就進來的 哈哈 後面的書架有的點嗎 書架 書架 看一下喔 這邊感覺 好多舊書 欸 這裡 欸 有時鐘的 欸不是 好重的鑰匙 而且蠻大把的 有可以插入這個 的鑰匙孔嗎 找找看囉 另外一邊的書架呢 來看一下 這游標移動好慢喔 哈哈哈哈 沒有 沒有 這邊 沒有可疑的書本 嗯 燈為什麼只有一邊 一邊開 對阿 這邊你 你為什麼壞了 因為蠟燭的火熄滅了 喔 為什麼它裡面是蠟燭的 它用的是蠟燭嗎 所以要用打火機點它喔 蠟燭 所以要用打火機點它喔 蠟燭 用煙點燭燭嗎 請問 用煙點燭燭嗎 請問 不是我的意思是 煙燭燭 蛤 也可能是因為抽煙 所以需要那個 打火機 嗯 喔 點點看 裡面好像沒有了 還是要先打油 要怎麼把它們組合啊 煙燭 欸沒有喔 煙燭 會阿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再往右 再往右 好我們先繞一圈看一下還有什麼 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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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洞洞 喔 調整時間用了 變L型就可以 螺絲旗子呢 螺絲旗子 可是我們也不知道要 要轉到幾點對不對 要轉到幾點對不對 對 鍾開來看嘛 沒有任何東西 人災呢 嗯 會再 沒有用嗎 沒有 會再一條樹 我們終於要看門了嗎 就打開窗戶 打不開喔 喔喔原來這邊可以繞過來 好喔 欸到底 哈哈哈哈 我當時跟你講 你還說不行 對啊 這邊上樹 鑰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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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原來鑰匙実用在這裡是不是 指導試試看 弪被 不是這把 椅子呢、下面呢、屍體呢、墨水呢、籽呢 籽? 剛剛籽我有按啦 他說沒有特別的 lived 東西沒寫完 燈台可以拿起來嗎 沒有任何東西 這邊廁所還挺不好的啦 用螺絲起子撬開呢 你怎麼都想一些很暴力的 這應該現在確定這個是拿來調時鐘用的 是嗎 對因為看時鐘那邊有說 就是這個洞 它只是卡的住 對 喔 不自然的空隙 哪裡 巨人 這本嗎 裝備 喔有了 喔真的要放在書架上耶 另外一本呢 要放三本就是 這是煙河 喔這是煙河 我以為那個也是書喔 我把它撿起來了 對我怎麼又把它撿起來 笑死煙河 不是這樣的嗎 感覺是不是不夠多本 把煙河放上去 哈哈哈哈 我試一下 偽裝成書 不行 還有把這本書拿起來 還是它其實不是要放書啊 應該是 要不然應該放不上去啊 對啊 應該要不然放不上去 我覺得應該是有更多的書要放在那邊 應該抽屜裡面有一本書吧 然後 轉來轉去它會有台詞 轉旁邊的這個 你點那個剪 我點不起來 你再點再點再點 好像不太對 喔原來是沒有 喔原來是沒有 喔原來是這樣子 喔好好好 還要這樣子 還要這樣子 原來如此喔 好我們把油倒進去了 喔原來如此 好好喔 好可以指示啦 我點蠟燭 我沒裝備是不是 沒裝備 我剛還記得下該不會沒蠟燭 真的沒有辦法按其他件嗎 好像不行 一定要滑了 要了 有了 好然後書架可以再看了 書架可以再點看看了 現在亮了嘛 書架 不行我又把它拿起來 哈哈哈哈 再把它放回去 然後呢 把它點燃之後發生什麼事嗎 燈下面的木板 幹嘛 沒有任何東西 要點來幹嘛 就直接 照明嗎 喔這邊有一塊字 是血跡 血跡 下面是血跡嗎 這種顏色 燈亮了 才看到這個 比較肥大歡樂 鐵漆的話 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 用 沒有 你說漂白水枝 哈哈哈哈 消除 原本不是半人都變半人了 你點螺絲起子 點螺絲起子 對話 點點劑 蛤 為什麼我們都很好笑 所以你要點最邊那邊 最下面 對翻過來 然後你點下面那個尖端啦 掉 把它換成那個L型的那個 喔 然後去開中 喔原來如此 你都沒有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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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調查 原來道具要這樣子調查喔 我們調查錯方向了 試試看試試看 欸 我沒裝備嗎 真的沒裝備 你沒有裝備 我真的是 笑死 有嗎不行喔 抽另一個洞 這個 喔有東西掉下來 有東西掉下來 很有東西掉下來 出產了 好開心喔 下次好好的調查拿到的道具 好抱歉抱歉 你好好看道具的說明 為什麼進不去 點椅子 點點進 要先裝備 解開了 哇好厚的書 有書的 拿點打開 這樣後但卻很輕 為了藏什麼呢 藏這個吧 煙河嗎 我也覺得是煙河 因為他的 你點點 你點點他 點到寶 輸啦輸啦 點點書 你要點下面那裡 點到他把話說完為止 好奇的 啊難道 看 耶 剛好混合 OK 繼續點 點現在沒反應了是嗎 欸他拆下來了 出來了 不能這樣連點 直接返回好了 直接返回 要不要先把那個放進去 所以他的藥紙也是放裡面的 要使要使 裝備裝備 沒有啊 他應該是二選EVA 對 準備 裝備然後拿去放 塞進去 對把他塞去 看那個空隙 剛剛還那個 奇怪的位置 這裡 啊我要讓他裝備一下 有有裝備 有有裝備 放不下其他書了 把他拿下來 把他拿出來 取一下取一下 把書取 把後的書取一下 取一下 然後再打幾個 把其他書 把就這樣剪回來 對 把就是這樣拿回來 放我的進去 放進去 放在這裡 最邊邊的,可能還要再放一本 最邊邊的是哪一個,這一個嗎? 一隻的那一個 打開了也沒東西 那你換一本 還可以再放一本嗎? 好,我再試一下 放不下了 那你換那個鑰匙看看 後的那個書 這是重量不對,香菸盒的重量不對 你剛剛放的是鑰匙 他還要先給我取回那一本 對阿香菸盒掉 這個,哇 這種操作到底 放鑰匙,鑰匙也吻合 所以真的是重量的問題 有可能 母胎 狸 Olha 剛才那個很舊的書 用皮做的比較重嘛 好像有齒輪轉 還沒讀完 矽然轉動的聲音 應該是右邊了吧 重新放回去 重新放回去 你把書起下了 欸 欸 欸 這一本是不是 對對對 不要再拿下來囉 乖聽話 我好亂動 沒關係啦 他剛剛已經 點右邊的書架 點右邊書架幹嘛 不是嗎 他不是有齒輪嗎 齒輪不是應該是 是有牆壁 可是不知道是哪一道牆 所以我們先 不知道是哪個牆 這一個 蛤 欸不是 他說旁邊欸 新 隔壁書架 不要點那個書架 點隔壁書架 嗯 另外一個書架 這個書架 有寫機的 嗯嗯 有寫機的那個書架嗎 就這個啊 沒有啊 欸 對啊 你看 我現在才發現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洞有沒有 六角喔 好 放進去 再抽他 抽了進去 鑰匙鑰匙 可是我已經 我已經裝備了 所以應該不是這個 是我用鑰匙 鑰匙 鑰匙是抽屜欸 是抽屜的啊 欸 不行 再抽螺絲起字 好 再用一次螺絲 再換回來看看 你剛剛有換嗎 螺絲的頭 螺絲的頭 兩邊都用 欸不行 還是不行 所以 換頭呢 試一下 嗯 不行 欸 難道不是那個六角的嗎 對 我也覺得應該是六角 可是我剛剛已經裝備了 還是六角要換邊 你轉個方向去做他 六角它不是兩邊都是一樣的嗎 沒有就是一個長一個短啊 欸它這樣是兩邊一樣的 對啊它兩邊是一樣的 一樣啊 你主角是 你總不是用煙盒戳它吧 試一下啊 煙盒燙 他說可以相近某樣東西 可是 扭扣 扭扣 喔 可是要怎麼把扭扣取下來 扭下來 是扭扣嗎 扭扣扯下來啊 這扭扣 欸真的耶 不是 你剛剛是不是給我認真連點 他那個選定不行 可能我們要先發現那個洞才有辦法把它取下來啊 扭扣要先檢查 扭扣要先檢查 扭扣 可以把什麼東西 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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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扭扣要這樣子用啊 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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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蜜道 犯人從這裡逃走了 hm 結果並沒有找到他父親有關的線索 啊 過關了耶 怎麼過關了 我們現在 找到犯人是從那邊逃走了 這樣子而已 對整個世界沒有任何幫助啊 看來是沒有 我逃出去了到另外一間房間了 好啦我們這一集先錄到這邊 下一次我們再繼續 好好好 好今天感謝三位啦 辛苦啦 下次再來一起動動腦 我又要給你講 想記三集應該有用 哈哈哈哈 我們正在嗎 好那就這樣子啦 感謝啦 掰掰 過一下 開心 快菜 快點 很好 好 我有 可以 面